那我们先针对第一个案子 平序文化工业停车的一个状况 那这个工程是地下三层的一个地下停车场 那总工程的经费将其三亿严 那发生事故坍塌以后 我们改成钢结构的一个设计 那整个总经费调成到 增加到五亿出头 那整个主要的其实 这个案子主要的问题还是发生在 从这个照片可以看得出来 它是整个结构计算的时候 设计结构计算的时候 不管是设计的一个面积 几乎就少了四分之一 只有计算到四分之一 载重的条件也缺少 所以整个的载重是设计载重是不足的 那很一样的是 设计载重不足 在施工的阶段也没有发现这个问题 所以等到整个腹土以后 整个就是楼板坦塌一个状况 那所以后来的改善措施就是 把地上 除了基础的底板之外 以及外墙的保留之外 其他的结构就消除 那保留柱头以后 柱头地下三层以上的柱头 全部改成钢结构的一个设计 以及钢成板的一个楼板 来做设计来做改善 那这个部分已经改善完毕了 那经过我们委员的一个勘察 除了这个设计问题之外 那等于是在过程中 不管是刚才设计过程跟施工过程中 都没有应该有的一个审查机制 把这个问题发现 那这是我们主要改善的一个方向 那再来是针对钢结构跟RC柱头的这个部分 委员就建议还做一些额外的一个钢板補强 或者其他有效的一个补偿方式 那这个是 这个平在地下工业停车场的案件 那再来是杨梅行政大楼的一个案件 杨梅行政大楼是地下三层 地上六层的一个结构物 那这个工程的造价将近七八千多万年 包括中央补出的一个金额 那它发生的原因是 也是一样在设计的时候 是属于大地的地下水位的营用问题 那整个在设计之前 我们必须做钻弹 了解这边的大地水位的一个状况 那设计的时候的钻弹 它钻弹的位置并不够周全 并不会详细 在既有建筑物还存在的状况之下 在做周边的一个钻弹 所以它钻弹的地质调查的点位 以及钻弹的时间的调查 都没有充分考虑到 这个是属于一个坡地地形的一个状况 那所以它的水位 地下水位的营用的条件就不足 它是用地下水位附山雨来设计 那事实上这个工程在开工的时候 地下水位其实就发现是在负0.73米 所以整个地下水位设计是不足的 那当然很遗憾的是一样 是施工阶段 监测出来地下水位不足 那也没有反映到设计 然后再做一个修正的调整 那整个一直到建筑物完成的时候 然后向大以后整个上浮 所以它问题不在下大以后 而是整个设计开始 以及施工过程 就没有发现这个设计参数 跟那个监测出来的一个问题 没有立即的一个改善 所以目前我们改善的一个作为也是一样 就是后期类似这种工程 除了设计审查之外 我们还加上第三工程单位 尤其结构外省的一个作业 那设计的过程 我们希望还是增加专业的外省 进行专业人的审查 那再来这个案子的目前的改善工程 是因为它是因为载重不足 所以地下三层 不管是原来我们的地下楼板的空箱里面 增加载重 楼板增加载重 然后在地面的部分 我们在外围也增加地毛 补足这个载重不足的部分 那目前这个已经改善 作为的进行中 已经是进行完成 那委员在现场看了 因为很多细部的意见 需要再做进一步的改善 包括后续地下水位的一个抽水的一个检查 跟地毛的一个安全性的一个重复的一个检设 那这个是委员的一个建议 我们后面还会再继续执行 那再来是第三个案子 就是竹威一缸码头 那竹威一缸码头 它整个工程兼备大概一亿八千九百多万 那其中的扶箱体破坏的工程 大概有四千多万 那包括预外署的补助 七千五百多万 那竹威一缸码头的主要切施 跟前面两个稍微不一样是 实际上它是在规划的过程中 整个规划过程 成期的定案的过程 就只有三个月的时间 九十天的过程时间 那也是因为时间非常的长处 所以它引用的那个渔港的浪高 波浪的一个相关的一个参数的一个质量 是引用台北港 那也是因为这样子过于长处 以及为了执行 直接引用没有去做详细的一个 这个渔港条件 海上的条件的调查 那所以后来实际施作 浮箱码头下去以后 实际的颇高是超过 原来引用台北港的颇高设计的一个状况 那也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造成浮箱码头会碰撞损坏 那浮箱码头本身施作的一个品质 大家也有受到 也有问题 那等于是在规划的时候就有问题 到后面施工 以及实际现场使用的时候 就发生这个整个浮箱体过案 那所以现在的解决方案 原来A区这个大游艇的 A区三座的三席的 那个大游艇的码头 D区 还有A区的那个 14席的那个游艇码头 那这个位置 从事后的一个观察 以及调查发现 它的波浪高是超过这里预期 是不适合做游艇码头设计的 除非你这个渔港的条件 再重新再做 不管是防波堤的 这个重新再做一个 那个检验 或者来试作 那所以这个部分 我们目前是把A地区的席位 都移除 然后保留VC区 那针对这个蠢势的部分 再来跟厂商做 那个求偿的一个作业 那所以 这边就是我们总结 这三个案子 事故发生后的整个的影响 包括平正 国家公园停车场 它在事故发生过程中造成一个人罹难 两个人受伤 还有供旗增加了15个月 整个经费增加了将近2亿4千多万元 那再来是阎梅行住大楼 因为整个结构体上浮 那供旗增加9个月 那也增加了补偿兼费 3千680万元 那整个地下停车位为了要去压重 所以也减少了10个停车位 那后续还是要 就要针对地马边 地下水平要做这些监测 那再来 除了一厢的码头的部分 可以看得出来 24座损坏码头 我们已经要调理 那就这个就废弃不用 那AD区这两个码头 总共有四区 那这AD区这两个码头 事实上它的海向水温的条件 不适合做 你干嘛 欸 流停码头的 所以就减少了17个期位 如果后续还要做的话 必须整个 重新做完整的调法 才适合做 有停码头的一个使用 那综合的建议就是 从刚才的三个案件 可以看出来 那我们的委员 也做了一个综合建议 第一个是 在招商的过程 招标的过程 就针对参与桃源的这些 这个厂商 不管是施工厂商 还是设计厂商 要建立一个履历的机制 还作为一个评决的预计 再来是设计审查的阶段 我们必须有相关结果的部分 除了由建筑师审查之外 还增加专业机制审查 还有必要的话 我们来送工会 以及结果外审的一个作业 增加这个审查 签格的一个作业 再来是可行性评估的阶段 像刚才復议一港的 在规划阶段不能仓促 该做的评估 就要做仔细的评估 以确保后面的工程的可行性 避免政策错误 再来是施工阶段 不管是设计到施工 尤其施工的阶段是比较长 所以施工阶段发现设计 有相关的问题的时候 以及施工阶段的相关问题 应该有一个机制来检视 是不是有设计 或者施工的重大确实 一起改善 那这个也是我们后面 监导改善的机制 那目前针对凭证 针对阳面行政大楼 类似我们交务局 以及公务局相关的工程 我们能开始建立这种 所谓委托外省的机制 跟刚刚讲施工阶段 简合了一个机制 那以上是我的一个 检查的一个报告 谢谢各位